宁波凤化区一个公共停车场里 一辆白色轿车从车背上到处来停在了路上 之后驾驶员下车走开了 没想到另一辆白色小车 在倒车时碰到了这辆白色轿车 车尾相撞 两人协商不下 于是选择了报警 民警到达了现场 对两人进行了询问 在询问过程中发现两人都有明显的酒气 嘴巴含住 酒喝过了 没有没有 这不是饮酒吗 28了 那你先上车 能先上车 那你让他也吹一下嘛 我们会给他吹的 你先上车 好好吹 我没动车 那我跟你说 他现在吹出来是饮酒的 但是我们要去看他 有没有行驶机动车 好 白色轿车驾驶员陈某的血液酒精测试结果为 121毫克每百毫升 超过了最佳标准 白色小车驾驶员周某也涉嫌酒驾 陈某后来交代 他喝了四两左右白酒 正打算交代驾 看到自己的车子挡在了店面门口 就打算把车挪到路边 车子被撞后 他以为发生在停车场喝酒开车不违法 对此 民警明确告知 公共停车场也是属于道路的范畴 酒后在公共停车场内挪车的行为 也是属于酒驾的违法行为 陈某被吊销驾照 五年内不得重新豪取 白色小车驾驶员因涉嫌酒驾 受到了驾驶证G12分及罚款的处罚 我们下期待